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陈绍看着眼前端坐的女子 她不由苦笑一下 曾经提倡的手段如今应验在自己身上 不知道她心中如何作响 这真是时也命也 只是大人的运气还是不怎么好 耳边的声音继续说 这话听到陈绍尔里 似乎有些讽刺 讽刺对着娘子来说 也不算失礼的举动 她轻叹一口气 又肃荣意有所指地说 哎 程娘子 这件事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 你放心 也不要急 程娇娘看着陈绍微微一笑 怎么能不急 大人难道不急吗 不急 不急她会一夜长了一口的撩泡 陈绍深吸一口气 坐正身子说道 程娘子 不是我不帮你 而是现在急不得要栩栩脱脂 哦 那换句话说吧 我来帮帮你 如何 帮我 陈绍愣了下 他沉溢一刻 说道 其实说起来 都是娘子在帮我 不 大人想多了 之前 我并没有帮谁的心思 我只是做自己的事而已 所以 至于谁从中得利 跟他无关 他无心思帮人的时候 还能帮的人如此 真要动了帮人的心思 那会如何 陈绍看着他 说起来似乎不可置信 此刻 坐在这里这个娘子 跟他女儿一般的年纪 但 看发生过的种种事 却不能以 晚生后辈的眼光对待 他肃荣说道 那多起娘子了 娘子请说 事到如今 这件事 必须分了胜负 不能像上司那样 由皇帝玩弄制衡 或悉尼什么 议论相搅的把戏 必须让他在西北军政上 做个了断 要不然 周凤祥这样舍声取义 岂不是成了笑话 成交娘说 我几个哥哥的工赏不能再拖了 请立刻放下来吧 陈绍愣了下 什么 工赏 他们说的话题 换了吗 他问道 娘子说 娘子说的是工赏 嗯 工赏 这个事 皇帝不是已经做了定夺吗 那就请不要再拖了 所以还是先帮了他 再说别的 陈绍势然点点头 这是应该的 他该得的 虽然此时提这个添乱 但是没问题 好 陈丹娘已经站得有些不耐烦了 十八娘 我要去找母亲了 陈十八娘猛拉住他 再等等 就要出来了 那可是成娘子 陈丹娘甩开他的手 我又不是认得 十八娘 你想见就自己等呢 怕什么 他说着掉头就跑 陈十八娘 忙伸手拉住他 你瞎说什么 我怕什么 你快站住 当初 成娘子对你最好了 他来了 你也不见见 姐妹两个正拉扯着 这边脚步声响 娘子 陈十八娘和陈丹娘 停下转过身 看到扑腹引着一个女子 一个婢女 站在几步外 素色如群 素色罩衫 高碗的发壁上 挽着一根木簪 侧面插着一只小银书 两年不见 面容一瞬间的陌生 但玄机便又与记忆里的门眼除合 成娘子 陈十八娘展开笑颜 上前一步 成交娘含笑点头 半琴含笑失礼 十八娘子 你 陈十八娘笑道 要说什么 要说什么 一时又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 去我那里坐坐 如何 成交娘还没说话 一直歪着头 看她的陈丹娘 站出来 她问道 你是成娘子 成交娘看向她 微微一笑 问道 你是成丹娘 对呀 你还认得我 可是 我不太认得你了 成丹娘问着 一面摇头 成十八娘 忙伸手拍她一下 真怪道 丹娘 成交娘 再次笑了 没关系 再认识就好了 她说着 一面失了半礼 我是成交娘 陈丹娘笑了 卖上钱 我是陈丹娘 她说着 提琴 欺息失礼 看着二人的样子 陈丹丹娘 有些失笑 一旁的仆妇们 则笑了 一个低声说道 嗯 果然 这娘子啊 还是跟小孩子 说得来 经过这一说笑 原本有些生疏的尴尬 顿时消散了 陈丹娘 歪着头说道 嗯 我仔细看了看 有点想起来了 成交娘 微微笑 陈十八娘说 成娘子 我特意在这里等你 我们去院子里 说话吧 不了 我还有事 改日吧 这是推托吗 又或者是回避 或者 陈十八娘 第一时间 念头纷纷闪过 但玄奇又醒过神 看着认真听陈丹娘 说了句话的成交娘 不由自嘲地笑了 这娘子说有事 那就是有事 没有别的意思 这边 成交娘 施礼 抬脚迈步 陈十八娘 忙跟上 成娘子 我送你 嗯 成交娘 笑着点头 虽然两年不见 但 其实一点没变 这个成娘子 还是不喜欢说话 不过 有人爱说话 陈丹丹娘说 我跟你不熟 所以 不知道 该和你说什么 嗯 嗯 我也是 成交娘 含笑点头 陈丹娘的眼睛 顿时亮了 身前身后的 仆妇们 再次笑了 这娘子 哄孩子 特别有一声 陈丹丹娘跟上她 高兴地说 不过 我觉得 我们应该 会有话说到 嗯 其实也容易 想说什么 就说什么 看着 这一大一小 说得热闹 陈丹丹丹娘 落后一步 她摇头说 哪里是不熟 还不是 跟以前一样吗 马车 早已经 抖在门边 半琴 扶着 成交娘 上了马车 一直沉默的 陈丹丹丹娘 上前一步 成娘子 一定会没事的 嗯 是 一定会没事的 看着马车离开 陈丹丹娘 还是有些不安心 打发走了 叽叽喳喳的 陈丹娘 她来到祖父这里 却见 父亲也在 她静止开口问道 父亲 丹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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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帮父亲你 帮父亲你什么 给茂园山兄弟搬下工赏 陈少心里说 不是他不想告诉女儿 是觉得怎么说也说不通 这到底是谁帮谁 陈老太爷思寸一刻 看着陈少神情沉沉 是他帮你 有时候能让你帮忙 就是对你最大的帮忙 帮忙就是最大的帮忙 这是什么意思 陈师八娘扭头看父亲 见父亲神色复杂 慢慢地点点头 如果连帮忙都不让帮了 那才是彻底的生分了吧 秦政殿里 皇帝看着陈少递上来的奏章 问道 这是什么 陈少说 是茂园山五人的风沙 听他说出这句话 跪坐在一旁的静安郡王和大皇子 都看过来 大皇子 大皇子还难言几分惊讶 这个时候他竟然来说这个 皇帝的脸色果然沉了几分 将奏章放在积案上 朕知道了 陈少却没有退下 陛下 中书已经审议过了 还请陛下 过目允准 你就那么急吗 皇帝猛然拔高声音 喝道 急着去报仁恩情 就一天也等不得了吗 大殿里一阵安静 眼见皇帝发怒 跪坐的静安郡王和大皇子 都站起来 垂手势力 陈少神情无波 既没有回答皇帝的话 也没有说有罪 陛下 当初陈娘子给家父治病之后 收了我家一栋宅院 作为抽金 所以你就不欠他恩情了吗 臣不这么认为 但那娘子的确是这么说的 他说 他是大夫 救命 我是患者付抽金 这是你请我愿 你求我得 所以他不欠我 我也不欠他 所以臣小娘子能说出这种话 你就觉得着实不俗吧 着实不俗 但又让人可怜 可怜 如果不是绝望到极点 他怎么会不信 也不靠人情 世人 世人多是看得透 却放不下 而要真正能放得下 得看透到别无退路 金安俊王垂下视线 陛下想必也知道 这称娘子的来历身份 铁城吃杀 鸡背逆臂 母王负气 人人必知 有家无亲 铁城下的 天下的可怜 天下的可怜人多了 可怜不是做做事的理由 而你当怀慈悲之心 但不能不顾国法律规 是 臣正是如此 臣并不认为臣不欠他的恩情了 所以一直想要还报 但没想到 报恩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臣少说着 自嘲地笑了笑 皇帝神情目染 似乎不屑 但并没有阻止他说话 臣少接着说 两年前的逃兵时 他第一个就求到了我的面前来 但是陛下 臣不能绑 两年前的事 皇帝本来已经忘记了 但因为这次的事 他又想起来了 点点头 那一次的事 的确臣少没有帮忙 臣少抬起头 神情肃然 而臣还劝他国法 军规不可违 此人陛下最终定夺 但就算到现在 臣还是认为 逃兵当斩 这话并非作假 皇帝没说话 当时拒绝了那娘子的请求 臣心里不悔 但到底是歉意 后来那娘子离亲归乡 臣也没有再补偿的机会 没想到 两年之后 他又进京了 而且一进京 就又求到了臣的面前 而这一次 臣还是不能偏霸 臣得知他的诉求 当时就很惊恶 这事不可不慎重 所以并没有如何 只是在下属面前略问了句西北市 在日后慢慢查问 结果卢正有心先去问 然后发生的事 陛下就知道了 陛下 臣这次不仅没有应答娘子的诉求 反而是断了他的诉求 陛下冠的娘子 不计登蒙古诉愿 其实是臣逼得那娘子无奈 不得不以此举上达天体 论起来 这一切都是臣的缘故 臣少说着 又拿出一张奏章 弓身捧伤 臣 请辞 请辞 靖安郡王和大皇子都看过来 这一次 连靖安郡王都难掩惊讶 朝臣请辞是很常见的 比如 奏请的事 被皇帝驳回 不高兴了耍性子 比如 被御史弹劾赌气 比如要升官 比如表示认罪等等事 都能请上一请 当然 这种请辞 不过是做做样子 但 臣少自入朝以来 还从没这样做过 别说请辞了 就是被御史弹劾的时候 他甚至都没有按规矩 避位过 受君恩 尽心国事 不辞 这是当初 殿氏清典 相谈甚欢的时候 臣少对皇帝说过的话 而他这么多年 也一直这样做 站得笔直刚硬 在国事上 从不肯退让服软 皇帝 面色编和下来 轻轻 轻轻叹口气 看着面前攻身的臣子 不知不觉 曾经意气风发的脏花狼 也两鬓染白了 陈少 再次攻身 只是在请辞前 臣还是要请陛下准了供赏 不论西北他事 至少这件事是人证物证俱在 可以定论的 陛下也是允诺过的 臣此举是依照执意而行 没有违规 也算是终于能为那娘子 跃进一份玻璃 且不负国法律规 不负陛下 皇帝 看着他一刻 伸手拿起了 放在一边的奏章 打开了 片刻之后 陈少上了请辞奏章的事 就传开了 高陵波冷笑说 真迫不及待 狗鸡跳墙的都要 连这种撒破打滚的把戏 都拿出来了 明智大臣在计 更换将帅 是动摇军心 挨敢补起国士朝礼 劫破皇帝 倒也真是前驴技穷了 一个下属说道 大人 他好像求的不是西北的事 是那茂园山的工赏 高陵波愣了下 就这个 怎么可能 现在哪里还顾得上这个 的确是这个 陛下也准了 陈少在搞什么 我会想到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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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